我真是紧赶慢赶 应该没有辣队吧 好啊 咱们先来看外观 毕竟看人先看脸啊 整个这个车的一个设计语言 还是偏Ready风一点 跟800MT我觉得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因为800MT呢 它的定位是一个魔旅型的车型 但这款车呢 它是一个玩乐型的车 好 做个方面啊 这款车的数据是820啊 本人身高183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搭配起来的画面啊 总体来说这个旗行三角呢 还是偏舒适的啊 它这个车把的宽度和高度啊 包括它这个脚踩的 脚踏的位置啊 还是挺舒服的 而且它这个脚踏是直接给你上了一个大脚踏啊 对于玩这种车的人 大家比较喜欢玩越野啊 或者这种的话 它这个脚踏的这个抓脚感是非常强的 好 车把车的按键啊 整体这个质感 按上去的手感还可以啊 就是用老春风的感觉 这个地方要注重说一下啊 它有一个ABS的快速关闭键啊 这个我觉得对于爱玩土的人来说 还是挺好用的啊 因为它主于长按啊 当然要在这个车身打着的情况下啊 长按的话还能直接关闭ABS 这样从你玩完了之后 在骑回公路的时候 再一键开启就黑了 省得到仪表里挑来挑去的挺麻烦 好 我们来看看它这个仪表啊 虽然呢是一个比较现代化的 这么一个高科技 但是它开机速度稍微有点慢啊 里面的信息展示的还是非常全的啊 包括这些正常常见的 这些电压的这些数据啊 油量 这个地方呢是如果你要打着测枝的话 它会有一个小提醒 我们可以开启ABS 也可以关闭ABS 包括提升也是啊 然后呢升档提示 你可以自己来选择开启或者关闭啊 在多少专速 它会给你一个提醒 除此之外呢 还有一个人车互联的功能啊 这个呢现在也算是一个比较常见的功能了 它的这个小风档 我个人觉得设计的很好啊 就是你如果想调节这个风档的话 直接拧就可以了 特别的方便 它不像之前的那种传统手动啊 你要抠一下在网上找位置啊之类的 这个你就直接拧就可以 如果你觉得风档挡不住你的话 你可以后续再更换一个风档就好了 好 配置方面我们简单罗列一下啊 除了刚才提到的TCS ABS啊 还有一个滑动离合 前面这个小挡泥板呢 它是可以自己选择 你是要高挡泥板还是低挡泥板的 夹缝呢是一个吸护的卡钳 搭配了一个KYB的逼振 逼振呢也是可调的 按照大家不同的诉求可以调节 好 接下来我们来采访一下它的声浪 好 在骑影感受方面啊 首先我们先来聊一下它的一个动力 在低扭方面调配的确实很重 我们先来到一段封闭路 给大家大概的感受一下 对于喜欢玩乐型的 游戏像跑跑小土路的 这种前段的调配确实很爽 但是也有弊端 就如果你拿这辆车用来日常空庆的话 在低速跟车堵车路况的话 这个油门就不是太舒服了 在刹车感受方面啊 我一直都觉得450整体全系还是有点偏软 虽然我看到很多博主都说它的刹车偏硬啊 但在我的实际体会中 它除了前段力道还行 东尾段是偏乏力的 整体的刹车距离还是稍微长了一点点 在压弯体验方面 这个小车可以说非常游刃有余啊 无论是同情还是反压 下身的速度很快 而且在弯中持续的车身的反馈 也是非常不错的 唯一就是这个油门 在弯中可能要控制的细腻一些 一般这种车型啊 主要都是反压 因为反压它下来的更快 车把更宽嘛 当然这款车 你无论是同情还是反压 效果是一样的 非常好 当然了 这种车型 咱必须得找一个小土路玩一玩啊 虽然这个地方不大 但咱们简单的耍一耍 因为这个路况啊 它没有太复杂 就是一个相对土路一点的感觉 所以驾驶起来的话 完全没有压力 因为这个路况 确实也没有太多的碎石啊 或者什么高低差的这个东西 咱也试不了啊 主要是因为 咱也不是什么越野车手啊 真有的话 我肯定也不跟你们试 好了 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啊 其实这小车真的很好玩 我个人觉得 它的驾驶体感玩乐性非常的大 但是对于城市道路中骑行的话 低速跟车的话 确实不太舒服 加上它这款车 虽然是一个小ADV的感觉 但是对于魔旅来说的话 真的不如800MT 它还是更适合 在这种土路里去耍一耍玩一玩 行了 不说那么多了 咱们今儿就这么着吧 还有什么想看的车型 在评论区告诉